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手機 vivo V19 剛剛發佈的哦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看我們的測試樣張吧 HELLO 我是凱人 是不是覺得剛才的雜味很肥叻 是不是沒有想到在家安安 我也可以拍人拍到這樣好看叻 剛才拿來拍照的手機就是 鏡頭門要開箱的手機 vivo V19 剛剛發佈的哦 其實之前呢 vivo就已經在印尼發佈過一款vivo V19 但是那個v19又不是這個v19哦 名字雖然一樣 但是是兩款無安全不同的手機來的 最大分別就是它的前置是有兩鏡頭的 好啦不要講什麼印尼先啦 我們來注重這台馬來西亞有賣的vivo V19 這支影片呢會針對它的幾個賣點來講 包括它的外型、相機、電池真的 開始吧 首先呢就是它的外型的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有80分 這次vivo V19用上有蠻特別的後蓋設計 這款是流光銀色 第一眼看過去就是一塊銀色的玻璃鏡面 第二眼看你會發現這個銀色的鏡面是MAT材質的哦 也就是啞光效果 第三眼的話因為銀色鏡面的關係 所以在不同角度下看又有不同的顏色 有是藍色、有是青色、有是粉紅色 然後機背的部分呢 採用的是微弧曲面設計 當你握著的時候呢 它是有微微貼合你手掌的哦 可惜的是正面屏幕沒有用上曲面屏 所以可能握著的時候有點小割手 但是大套真的是啦 至於屏幕的話 Vivo V19採用了一塊6.4吋 19.9 Super AMOLED 4HD Plus屏幕 不是曲面屏 但是右上角配上有官方這樣的 all screen 也就是雙極點屏前置雙鏡頭 ok 接下來就進入Vivo V19的重點功能 首先先來看前置鏡頭 它前置鏡頭一共有兩顆 一顆32MP超清自拍鏡頭 一顆8MP105度廣角自拍鏡頭 這次前置鏡頭主打的也是夜拍跟廣角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看我的測試樣張吧 那除了夜拍之外呢 Vivo V19的這個自拍也跟之前一樣 有這個教你如何擺Post的功能 濾鏡功能 美顏功能 逆光拍攝 還有自行調節景深功能 真的真的 我告訴你們 我覺得現在手機內建的軟體真的是做到非常非常細小 完全不用再另外下載別的C02Apps 太可怕了 那我們看完了前置鏡頭 現在就輪到後置鏡頭啦 它的後置鏡頭一共有 一二三四四 四顆拍成一個L shape 一顆呢是F1.8 48MP主鏡頭 一顆是8MP超廣角鏡頭 一顆是2MP景深鏡頭 還有最後一顆就是2MP的微距鏡頭 閃光燈在最上角 這次V19出來有一貫的人這樣拍攝 錄像防抖之外呢 它還主打超級夜景模式 聽名字就知道 這個功能呢 是可以在暗地旁邊的軟體 只需要打開night mode 然後手持4秒就可以啦 所以我們來看看效果怎樣吧 因為疫情期間不能出門 所以我決定在家範圍測試 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電池部分 雖然這次V19沒有像之前的Vivo Next 3 這樣配備了44W的這個超級閃爽 但是其他也不差的 它配備了4500mAh電池加3-3W的Vivo 2.0閃空技術 所以我們馬上來看看 充電半個小時到底率有多少%吧 好啦 最後幫大家整理一下Vivo V19的配置參數 6.4寸Super AMOLED屏幕 Sand Dragon 712處理器 8GBm加128GB ROM 後置鏡頭有4顆 48MP加8MP加2MP加2MP加2MP 前置鏡頭有2顆 32MP加8MP 然後4500毫的大電池 配上Vivo 33W這個閃出技術 支援面部識別加平下指紋識別 支援同時三卡槽 然後USDC 還有這個305mm的耳機桶 有黑色還有銀色兩個顏色 好啦 目前Vivo V19在馬來西亞已經正式發布了 它的售價就是這個 如果你很常在晚上自拍 然後再找這一台夜拍公司 還不錯的手機 又不想花太多錢的話 我個人其實還蠻推薦這一台的Vivo V19 看我一樣這樣就懂了 好啦 我是肯 想要記得Follow加Subscribe我的IG Youtube還有Facebook 我下次再見 Bye Bye